我觉得自由的定义挺复杂的 它是一个特别多层次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要从大的方面讲 那所有与规则相对立的东西都能叫自由 它总是在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逐步的在摆脱这个限制 但是对于个体来讲 我觉得就是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这个能力 不是他盲从 然后自己忠于自己内心去做事情这个自由 其实有时候在一海边自己脱光了游泳 这也自由嘛 自己游泳这也挺自由 但是那就是一个感受了 那可能就不是从定义上去这么说它了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周围的一些朋友都挺让我有感动的 就是他们还是能坚持做自己 应该坚持做的事 就是他们忠于自己内心在做事 而不是说为了什么 或者是为了什么去随波逐流 或者为了什么去 怎么知道自然而退了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 其实这种就让在我看来就是挺自由的 他们不是看特别大的那个范畴 去看这件事 而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些小的事情 青春 我好像现在都挺青春的 就是现在十来岁 也就刚懵懂 二十岁出头的 现在就挺青春的这状态 现在我坐这也觉得还行 其实我每一个节点的选择 我觉得都挺让我觉得感觉到骄傲的 就至少我没有欺骗自己 每个阶段我都在做 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具体哪件最大我不知道 但是每个节点 我觉得都是在自我选择 并且在保持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清醒的判断力 而不是听别人让我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